九二也是一樣 再來第三個 統計分析 那我分成兩個 一個是 一號在全部裡面開出的 次數是多少次 以前要怎麼找 這裡面一號有幾個 怎麼找 這樣找嗎 一號找到了 是不是 然後再 圈起來嗎 然後再用什麼 旁邊再用 正號慢慢選 那這樣的話你可能要花非常多時間 對不對 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我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沒有更好的方法的話 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如果你懂得用什麼 convif來做的話 快很多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先把範圍 定義出來 第二個的話 你就可以針對這裡面的號碼 出現的次數 去計算 計算的方法非常簡單 直接用什麼 用 插入函數裡面的 convif 這個函數 convif 然後把這個範圍 記得按F3 開箱91 有沒有 找什麼 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指的是 你要找什麼號碼 那當然你也可以 輸入1啦 不過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向下填滿 他會自動去找這個號碼 那你向下填滿他變2變3 所以直接用選的 選這個號碼 17個 按確定 底下向下填碼 所有的號碼 這邊變A2 A2變A3 上面這個數字 這個改A3 也就是說 這個號碼 在所有號碼裡面 1號出現17次 2號出現13次 以此類推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 把每一個的次數 全部算出來 所以 如果你以後 懂得用 comif 去幫你算什麼 某一個範圍 裡面 某個數字 出現幾次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非常快速 再來的話 所有的號碼 有幾個號碼 這個號碼 這個範圍裡面 總共有幾個號碼 那當然你可以用算的 以前的話 就是 去 從這邊 左邊到右邊 總共7個號碼 那總共開出 99次 一乘 可是 這個 有的時候會變動 所以最好的方法 還是用什麼 另外一個函數 叫 Count Count 這個 給它一個範圍 它會幫你算這個範圍裡面 有幾個數字 Count 這個範圍裡面 有幾個數字 OK 按確定 693個 OK 按確定 那機率的話 怎麼算呢 就是把 這個除以這個 當然你可以這樣 等於 等於什麼 這個 除以 這個 按打勾 也可以 有沒有 懂懂意思 這個 這個 除以這個 所以公式的話 這個 除以這個 也可以 可是問題 將來有這兩欄在這邊 感覺怪怪的 所以一般的話 怎麼樣 最好你就直接 把 這兩個公式 直接寫到這邊來 所以做法就怎麼樣 把這一個公式 搬到這邊來 OK 做法上 1 Count 直接 貼上 再除以什麼 除以 這個公式 那你可以 這邊先 乾脆 貼上一下 把衣服拿掉 他們差別的話 然後把這個後面的參數拿掉 打勾就可以 OK 稍微 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等號 OK 打勾 好 那最後的話 按右鍵 出這個格式 把這個地方改成 好 記得喔 12345 空一格 斜線 空一格 一萬 OK 好 最後向下填滿 那92年一樣 所以這個我想 你就把這個公式 複製貼上 改為92 92就可以了 合計的話 就兩個機率加起來了 最後做排名 OK 畫面先換語對一下 那先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 好